小青龙汤大青龙汤这个义饮 我说啊这个两只手啊 手臂的皮肤底下痛痛的 那这样子薄薄一层会有痛点的 这个是义饮 那至于说14-36 这个是台湾中医张布陶 大力推荐的止心脏病的方式 木房脐汤 这个木房脐这位药啊 其实是从经络里面 很把湿气拔出来的药 就是刚刚讲到干碎啊 干脆是拔水 就是拔潭水不是湿气 但是房脐的话 比较是拔湿气不是拔潭水 所以这个结构的话 贵之人生补心养 我们都能够理解 那石膏呢 是去除那个血管开始 粘东西的那个粘柱的 那个液体的 或者是油或者是什么东西 那这个 那这个用木房脐的话 就让人觉得说 可能人的心脏病啊 跟人体里面的湿气 还是有一点相关性了 那只是 关于湿气这个话题啊 台湾有一位台大大学 台湾大学的 王为公教授 曾经写了很多书 在讨论这个 不可思议的湿气 这件事情 就是他会说 其实站在一个科学研究者的角度 会觉得中医口中说的湿气 这个东西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东西 就是在西医的观点里面 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湿气 对不对 就是是水就是水 不是水就不是水 湿气是什么东西 就是在组织的什么层次 什么层级上 什么level上面 有什么类似水的东西的粘着 然后不能被这个细胞的细胞吸收 或转移或怎么样的那些问题 那当然这东西 我们中药的很多效果都目前为止 不能用科学去理解啦 就像什么 暖子宫 你把紫石英煮一煮 对不对 发白虎汤的汗 你用生石膏煮一煮 这到底如何科学 我也搞不清楚了 那 那这个啊 但是总之呢 就是如果他用了生石膏治疗 这个重点是辩证点 就是这个人的心脏病啊 必须是 这个人 很容易发喘 就是心脏病人多少会比较喘一点 然后脸色发黑 然后脉比较偏沉紧 那至于说心下脾肩啊 这个心下 张宗姐的心下就是胃啊 就是胃的地方 你按起来硬硬的 这个倒不是绝对变真点 因为很多心脏病患者 是护肪脊肠症的 他的 他的胃的地方按起来 并没有很硬 所以主要就是 发喘 脸色 就是一看就知道 这个人脸色发黑 的心脏病患者 那这个脸色发黑呢 就是由湿气水气 淤结在这个人的胸腔的一种 一种可能是中医认为 这样的指标吧 那如果没有好的话呢 你就加上福林跟芒霄 代表他那个黏住血管的 那个弹印 已经更黏了 所以这个时候 对付他的这个 融化他的药物 就要换成用芒霄 除了 那 谢谢大家